大家好 我是大康 今天给大家拆一句历史上非常著名的话 这也算是一个成语吧 这句话就是 一不做 二不休 话说当年 唐宣宗为了逗杨贵妃高兴 就问那个只穿着大肚兜兜 装傻充愣 非要冒充少年儿童的安禄衫 说你那个大肚子里到底装了些什么呀 这话一出 旁边的人早已笑倒一片 而安禄衫却是一本正经 只见他严肃的走到玄宗和贵妃面前 昂然说道 这里面装的是对皇帝和干娘的一颗忠心 玄宗当时听了激动的是来回溜达 不知道该赏点什么才好了 而已经开始发福的杨贵妃 看着面前这个跟自己父亲年龄差不多的干儿子 早已热泪盈眶 但是事后证明 他那个大肚子里实际上装的是半肚子坏 外加半肚子屎 这个安禄衫还是反了 他带领大军和政府军就展开了大战 大战空前惨烈 政府军岌岌可危 两军阵前 当时还只是一名亲兵的小章 焦急不解的看着自己的主将 就那副水蛇腰溜尖板 那把刀别说砍人了 拿着都费劲 就你这模样还一个劲往前是吧 什么呀 看着看着果然就出事了 一支箭过来正中马脖子 主将当时和马一块就趴地上了 身后的大伙早就想跑 这下一看更有决心了 小章叹了口气 策马来到了已经吓糊涂了的主将跟前 把主将往马上一扔 是撒腿就跑 跑了半天 小章忽然觉得有胳膊从后面搂住了自己的肩膀 当时鼻涕眼泪都流到一块了的主将 激动的对他说咱们结为兄弟好吗 这位主将打仗不行 但是会当官他会忽悠皇帝 叛乱终于平定了 这主将也跟着起哄升了大官 要不说人他都有优点 这个人没有忘了小章当初的救命之恩 一再的向朝廷保举 渐渐的亲兵小章 就变成了将军老张 说到晚唐风云多变 没踏实几年 军头们在长安又叛乱了 德宗皇帝跑了 乱兵们拥立了一个叫朱大的糊涂炭做了皇帝 而本来不想掺和的老张 结果忽然就成了两边都拼命争取的对象 坐拥精兵的老张想了很久 最后他决定投奔朱大 他最后甚至做了朱大的宰相 但是很快他就痛苦的发现他选错了 唐朝气数未尽 天下前来秦王的大军云集长安丞相 老张一看就知道完了 但是有一天他忽然看见了一点希望 有一个人上门来劝降 原来城外联军的主将 竟然是自己以前提拔的手下小李 小李呢诚恳的保证 他还认他这个大哥 走投无路的老张最后就点头了 他打开了城门 事情总算是过去了 这小李果然是够哥们 朝廷也没有追究 但老张还是一天到晚的心神不宁 一天他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 皇帝举办宴会 小李拉着老张前去参加 其他参加的大臣看见老张 纷纷突然起立离席 有人甚至当着皇帝的面 大声表示不愿与反贼同袭 皇帝只好无奈的看着小李和老张 几天以后赵书下来了 处死叛逆老张 小李羞愧的满面通红 难过的拉着老张的手 老张苦笑的对小李说 把我的话传给后人 第一不要做 第二既然做了就不要罢手 干脆就干到底 这就是那句著名的 一不做二不休 一不做二不休 这句话由于被使用的太过频繁 现在已经变成了一句俗语 一句口头语 甚至还被当成了成语 像以前在老电影里就经常看到 有那么一群二愣子聚在昏暗的灯光下 其中最愣的那位突然一拍桌子 一不做二不休 扳倒葫芦撒了油 咱们跟他们拼了 但意思是这么个意思 这句话也不能随便乱用 比如说用这句话去鼓励孩子学习 就不太合适 一般这句话经常出现在负面的场合 说出这句话的主人公 往往正处在一种悔恨当初 但祸已经闯下 干脆就拼死一搏的感情交织的心境当中 除了总结了这么一句有名的话之外 像老张这样的人本来是上不得什么抬面的 历史上像这样的二百五军棍多了去了 但有的人可就不一样了 这种人嘴上从来也不说这种废话 但手上那可是真下家伙 还说唐朝 当初李世民和太子建成三帝元吉 已经闹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世民和他的一干兄弟决定先动手 下手的地点就定在了玄武门 在建成和元吉上朝的时候一体擒拿 当时计划好的是先抓人 等抓了以后再想办法抹黑泼脏水乱安罪名这一大套吧 直到把太子的位置抢到手再说 可是没有想到出了意外这事就闹大了 就在建成元吉快要走到玄武门伏击圈的时候 建成忽然心声警召 搏马转身就走 李世民一看就急了 跳出来上前就追 那哥俩一看果然有仗 元吉有功夫举剑就射 但是当时心慌意乱这一剑没有射中 世民也是搭剑相还 他没想到平日里稀松的剑法 此刻竟然变得神准 这一剑正中剑城的咽喉 杀了自己的亲大哥 市民就陷入到了深深的震惊之中 那边元吉的眼就红了 他拼命的奔过来 一把抢过市民手中的弓 他把弓弦套在了市民的脖子上 他要把这个竟然下手 杀自己手足的人给勒死 市民的眼睛还望着地上一动不动的大哥 一时竟忘了还手 御池公呼啸着冲了过来 元吉胆寒 起身夺路而走 这时市民清醒了过来 他在心里忽然涌上了一股情绪 如果形容这股情绪的话 这就叫一不做二不休 事情既然已经闹到了这一步 已经就没有回头路了 那就干吧 他就豁出去了 这时人们就看到了这位杰出大帝的另外一面 只见他拿起弓 张手又是一剑 元吉应闲而倒 市民提刀冲了过去 竟一刀砍下了自己亲弟弟的手脊 他抬起头来 他两眼星红闪着狂野的光 他带人一路杀到了建成府 别人一看 这可都是皇家骨肉 都不敢乱掺和 只是在旁边起哄 都是在旁边虚张声势 但李世民此刻已经是丧心病狂 人就跟疯了一样 只见他挥刀剑人就砍 先是手刃了自己的亲嫂子 接着他纵声呼啸 血泼中又倒下了自己的五个亲嫂子 然后又是元吉府 又是血洗灭门 又是自己五个亲嫂子 最后他命令御迟公 率领着他的铁骑 冲进了皇家御院 去软禁自己的皇帝父亲 这就是一不做二不休的可怕的后果 今天拆这句话 说这个成语就是为给大家提个醒 以后万一碰上有人咬牙切齿的再说这句话 别犹豫 赶紧躲远着点 以上就是我们这期的节目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